我們今天講這些東西就是有實際的例子 實際的一些所謂的這種學術研究 或者說那些包括說政府各方面的一些實政上的 然後我們去針對這些東西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批判 那我批判了一個結果就是說 大致上就是說講大和解的這個論述基本上是非常有問題的 不管是民間或是政府 你可以從德國 從南非 這個包括說在台灣 我們會去做某些意識形態上的一些分析一些批判 那從這個角度去出發的話 就發現到說我們都不希望有一個山口在那邊一直發爛 然後讓你的生命就自由不起來 如果我們暫時先把自由當成說是一個生命一個非常重要的崇高的一個價值 這個也會影響到說我們為什麼要去回顧那個創傷 我們回顧創傷不是說要讓那個創傷 然後繼續惡化下去 然後讓你這個人越過越悲傷或什麼之類的 就算長時間的這種悲傷憂鬱 不管在哪一個學歷上來講的話都沒有認為是一個好的 但是回到一個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創傷這種東西要怎麼克服啊 之類的 我們會不會有時候就是說把 療癒 把healing的這樣的一個一個一個東西把它當成是一個 無限崇高的一個價值 再這樣一個把它提升到無限崇高 就是整個社會講和諧 然後一有人出來講一些什麼倉疤的時候 就是說你又要破壞和諧 常常在很多我們剛剛所談的那些幾個 德國還有南非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都看到有這樣一個走向 包括說像德國 他沒有錯某種程度上他是站了起來 德國人的生命的這種意義跟價值 好像是克服了他們這種歷史的這種災難跟創傷 他包括說是戰後德國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如何從廢墟當中爬起來 那如果從廢墟當中爬起來的話 就需要很多各種不同城市的一些因素能夠配合 其中也包括說他政經體制的這種改變 他要怎麼樣加入歐洲或振興歐洲這種經濟這種市場 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人 當然前半期都還是透過美國 好像是馬歇爾計畫還是怎麼樣 那個事實上是有很濃的 所謂的經濟利益的一些考量 所以在這樣一個時代氛圍當中 他當然某種程度上 大家去想一想 在什麼樣的一個社會心理的氛圍當中 比較能夠讓他去振興經濟 讓這個國家能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能夠復甦出來 一定是配合那種 就是鼓吹所謂的和解嘛 療癒嘛 然後呢 就是說要原諒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當然是講說那種原諒就是假的 只是說我們在談那種 比較跟情感心理有關的一些因素的時候 我個人呢 就是說還是比較會喜歡把他放到一個比較大的社會政治的一個脈絡 裡面來談 換言之以就是說在這個社會脈絡裡面來談的時候 就是說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 當一個社會把所謂的療癒 這種東西把它當成就治療 創傷這種東西當成一個社會的總體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忽略了什麼 或者說壓抑了什麼東西 那我剛剛那個其實最後有一個還沒有講到就是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尊重一個人 特別是那個受害者的那個生命的話 也應該那種尊重也應該包括說到 那個層次必須要能夠到說他遠不原諒的這個層次 呃有一個叫那個維賽尔 維賽尔他有拿過諾貝爾和平獎 然後他就覺得一輩子好像都沒有辦法原諒那些那些納稅分子 因為他就講到就是說裡面一個小姐有一個查局 是他某天晚上然後呢 他爸爸躲在旁邊在呼叫他的時候 他沒有去理他爸爸 然後呢因為他覺得很丟臉 甚至覺得說他怕他爸爸引起那些納稅的那些憤怒 帶給其他人一些什麼什麼什麼處罰之類的 他就眼睜睜的看著他爸爸被納稅痛過到死掉 拿這件事情來講 他就是說他裡面回憶錄裡面就有提到說 是這一群人這個社會這個體制 讓我變成是一個像禽獸不如的這樣的一個動物 那些獸性都這樣爆發出來 非常冷漠非常冷酷的一個情境 所以他覺得說他這一輩子絕對不會選擇跟大家一樣 所以站在所謂的不要看過去 趕快走出來的那樣一個情境 這個可能是比較極端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覺得說站在一個對生命真相的 這樣一種思考來講 我覺得對一個人的生命尊敬也包括說 他的這種真實的這種感受 他選擇用什麼方法去面對那一塊 那像維賽爾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他個人層次他選擇不原諒 他到五六十年之後都還會 栩栩無盛的講出那件事情 就表示那個東西那個蒼發還在 但是他有沒有潰爛呢 應該沒有 否則的話他不會是致力於人類和平 他後來還拿了諾菲爾和平獎 這個例子基本上我基本上會覺得就是說 蠻有趣的一個例子就在 就是說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一個人如果選擇不原諒 一定就是說懷恨在心 然後那個人生命會越來越狹隘 會越來越怎麼樣 我基本上我選擇相信說 應該是沒有這麼複雜的 包括說像精神分析這套學說 他帶著你去看创傷 精神分析也沒有假定說 這個人的创傷從此就會克服 就會變成是一個完整一個人 他反倒要讓你看到說 人的問題與其說是不斷去看创傷 倒不如說是不斷去想像 你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你是一個完整的社會 他反倒是要帶著你去看說 你那些想像應該要打破 但是他會用一種有效的距離 來觀看那個创傷 创傷也許都是在那邊 但是說那個觀看那個角度 跟那個視角可以調整 基本上它是可以跟人的 所謂的正常的發展可以平行 進行 但是我想個人層次 社會上的層次應該都是適用 那你會不會覺得台灣的社會 某種程度上它缺乏一個正式創傷的勇氣 是 因為到現在就連228的一些資料 它其實也沒有像 就像當時的法國政府 它就很直接全部都公布出來 對啊 某種程度上台灣都不會處於這種 還在轉型的階段 就是還在轉型 所以我剛剛對於這個同學 這台覺得非常的記憶 甚至包括讓人家覺得有點悲哀 就是說 常常還會聽到反制 有一個反制就是說 政府會透過一些官方 它一方面讓檔案 現在出土的檔案是越來越多是沒有錯 但是還會透過一些學術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機構 是不是買通某些學者去做那些研究 這我倒不知道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說 官方的研究就會 好像有一群人就會知道 其實我之前前一陣子看到了一個 中英院一個姓朱的一個教授 做了一個研究 他最後一個得到一個結論是 228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是長老教會 跟當地的一些弟弟流氓 所發動的一個事件 你會覺得說非常ridiculous 但是那個已經變成是一個廟堂之言 你就看到的確 我們要走的 要努力的 其實還蠻長的 的確講得很好 正式創造的那種勇氣 跟那種方法 跟知識其實都還需要 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這個可能要去問那些 學心理學教育的人 但是你會發現到說 連教科書這一塊 也都是一個非常political的 非常政治化的一個場域 那只能就是說 就從關心開始 那自己要走多遠 不太知道 對 那就是關於檔案的話 其實其實 又發現了 這個檔案 其實只有那個家屬 這個家屬可以看 現在這個家屬 就簽了 簽了申辦的書 然後再去提 才有辦法看呢 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就使了很多 這個檔案的那個 SX 還有包括家屬的 看他們的家屬 對於整個局面的了解 就變得很有限 那如果說是做 以學術研究為名去申請的話 也許可以看到多一些 但是那是不是說 這樣的東西 只能經由某些人才的環境 那對於這樣 就是對於我們希望說 可以去了解這個世代 了解我們的過去 跟我們的 這一些傳承 就變成好像 對 說得很好 有一句他也是希望 就是說 這個字我剛剛回到一個 我講到一個 一個觀點就是說 在看待這些余生正眼的時候 不應該用所謂的 歷史知識這個角度 你們來看 因為我們必須回過頭去檢視說 我們所講的歷史知識 事實上 很多人當然都是期待嘛 都期待說 趕快教科書趕快去教 那你會發現到說 教科書這種東西 教科書版本那種知識 永遠都是非常的 匱乏的欠缺的 所以教科書的改革要做 但是我覺得還有更根本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 調整我們對所謂的歷史的 或者所謂的歷史的 感受的那個 那個基礎在哪裡 素人的 包括這個 我現在說研究的那個 方法論的改變 你可能必須要透過這種 實際的 一些田野調查 訪談 之類的這種東西慢慢去堆疊起來 那這個我想 一旦進入到 所有的學術機構裡面 包括說申請經費那種的話 其實有形無形這種 限制的因素就 就會在那裡 那我想 還沒有辦法真的到一個非常 overall 非常general 非常普及的一個城市 只能夠就是說 就透過個別非常 獨特的一種 人生的一種歷練經歷 尤其就打開一扇川 你可能就哪一天在逛成品的時候 突然就逛到那個 青島東路3號那一本書 或是類似這種書的時候 看起來 那個後面的那些可能性很大 也許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不可掌握的 也許會有什麼不同的一些 尼賽亞的這種改變 就從那小點開始 還是有可能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包老師 他還要去 所以 我們之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能還可以跟他連說 這樣子 那我們就謝謝包老師 謝謝大家